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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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不久 张薇薇就给吴宗宪生下了女儿 还连生三个 第三个女儿出生前 张薇薇曾梦见有条金龙来看自己肚中的宝宝 吴宗宪听后代为惊奇 当地有名的一个师父告诉吴宗宪那是福梦 三女儿出生后 吴宗宪的事业节节高升 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这期间 张薇薇也圆了吴宗宪一直想要儿子的心愿 四子平安出生 看似圆满幸福的一切 其实很荒诞 因为外界对吴宗宪结婚生子的事情毫不知情 一切都被吴宗宪隐藏起来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 吴宗宪多情的一面开始逐渐展现 1995年 吴宗宪成为孝心壮地球的主持人 也是这一年 他认识了同事主持人的陈孝宣 陈孝宣面容较好 气质出众 又很有才华 吴宗宪毫不意外地被陈孝宣吸引 之后意气风发的吴宗宪早就将家事抛在脑后 立刻展开了对陈孝宣的追求 除了精神上的关心 物质上吴宗宪也没少给 他甚至借钱买了套豪宅送给陈孝宣 这种攻势陈孝宣没能扛住 1999年 吴宗宪和陈孝宣官宣了恋情 他为领证了老婆张薇薇 听到这个消息后 竟然无动于衷 依旧在吴宗宪的父母家照顾孩子 伺候老人 但人们还是低估了吴宗宪的花心程度 和陈孝宣恋爱不久 有媒体曝光了吴宗宪和一名叫堪地的女孩关系暧昧 相差15岁的两人 被拍到在公园里搂抱亲热 各有媒体爆料称 吴宗宪和堪地已经保持情人关系 长达七年之久 也就说 吴宗宪同时疲退了张薇薇 陈孝宣和堪地三个女生 对于不忠的男友 陈孝宣直接宣布结束两人的关系 吴宗宪无法放弃陈孝宣 他买了一辆好车送给陈孝宣 用花言巧语留住了他 吴宗宪也没闲着 这边追着陈孝宣求原谅 那边和堪地亲亲我我 堪地的脾气不好 一次和吴宗宪激烈争吵后 竟然出手将吴宗宪揍到鼻青脸肿 不过吴宗宪全程没有还手 还算有风度 两人的恋情在鸡飞狗跳中宣告结束 这件事曝光后 陈孝宣还没来得及反应 另一个女人却积极败坏地 站出来痛斥吴宗宪 这个被伤透心的女人 是吴宗宪的助理安琪拉 多年以来 安琪拉除了帮助吴宗宪打理工作 管理资金外 她竟然也是吴宗宪隐藏起来的 另一个情人 在将自己和吴宗宪的事情 曝光给媒体后 她又对外宣称和吴宗宪分手 只不过后来的剧情太狗血 吴宗宪用十万月薪 重新请回安琪拉 两人再次恢复工作关系 张薇薇对在外拈花惹草的吴宗宪 给予吴宪纵容 但吴宗宪的邻居 却没有灌着这个花心大萝卜 邻居将吴宗宪和张薇薇已经结婚 还有四个孩子的猛料 告诉了媒体 吴宗宪瞒了多年的秘密 终于曝光 随后 看到事情已经无法收拾的吴宗宪 举行记者招待会 道歉的同时 还向外界澄清 自己和张薇薇虽然有孩子 但并未正式结婚领证 并狡辩未曾向外界透露 有孩子的事情 是因为要保护孩子的隐私 吴宗宪这番话的深层含义 是自己并未婚内出轨 人们不但惊讶于吴宗宪的 瞒天过海之术 更是诧异张薇薇这么多年 是如何忍受这种生活的 和吴宗宪结婚的这些年中 张薇薇获得了巨额的财产 每个月都会从吴宗宪那里 得到一笔不菲的生活费 逢年过节时 吴宗宪给张薇薇的红包 都是六位竖起 而吴宗宪名下的豪宅和豪车 写的是张薇薇的名字 在吴宗宪召开记者发布会不久之后 张薇薇和吴宗宪终于领证 成为合法夫妻 这次风波让吴宗宪长了记性 在和张薇薇领证后 很少再传出 她和圈内女星的绯闻了 2001年 吴宗宪和张薇薇办理了离婚 以便光明正大的泡妞 为避免后宫起火 她把价值两余多新台币的豪宅 都是登记在张薇薇名下 每个月都给大量钱 让她差着花 还经常给她发红包 有一年过年 给张薇薇的红包高达六位数 再向她的花言巧语 以及共同的孩子 所以这个站在吴宗宪背后的女人 每当男人出事 就出来替她背书公关 2009年时 张薇薇患癌症住院 看到日间憔悴的妻子 吴宗宪猛然悔悟 对自己年轻时 对妻子的所作所为 感到深深自责 张薇薇经过手术治疗后 身体大不如前 回家后便很少出门 吴宗宪还对媒体当众表示 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 人常说货不单行 吴宗宪的生意在此时 也一落千丈 负债累累 可张薇薇并没有因为 吴宗宪的落魄而放弃 她卖掉了曾经吴宗宪送给她的豪宅 帮助吴宗宪还债 也许是她的做法感动了吴宗宪 也许是她患病 让吴宗宪心疼 在这一段时间内 吴宗宪和张薇薇的夫妻感情回升 慢慢地有了幸福感 吴宗宪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她重获舞台 凭着自己的一身才气 和逗笑的天赋 再次回到了她主持人的巅峰 还曾喊话张笑轩来参加节目破冰 但张笑轩却在分手后 再也没有给过吴宗宪一个眼神 像吴宗宪这样的男人 估计只有和她夫妻多年的张薇薇 才会不离不弃 当然吴宗宪也只把张薇薇当作妻子 在外面也没有与其他人生下孩子 稳定了张薇薇的地位 后来在一段采访中张薇薇提到 她当初的爆料后 吴宗宪暴怒 认为自己不再是贤良淑德的人 觉得自己很可恶 甚至想要断了他们无口人的生活费 那年她过得战战兢兢 但也对孩子们的未来有了更好的憧憬 再之后 长女和儿子跟随父亲进入娱乐圈 有了父亲坐后台 在娱乐圈风生水起 但是儿子却不争气 吴宗宪知道后恨铁不成钢地 狠狠教育了儿子 从此将儿子血藏 而次女则是嫁进了豪门家族 几个孩子的未来也逐渐定型 1月29日 综艺天王吴宗宪风光嫁女 长女吴珊如正式与交往五年的男友结婚 双方大百宴席 宴颈四百亲友出席 成为2022年娱乐圈开门红 婚宴当晚 包括方文山 洪小蕾 吴启贤 傅娟及女儿欧阳妮妮和欧阳弟弟 夺志祥 炎亚伦等众星出席 台媒估计 吴宗宪嫁女儿最少花费300万台币 除了美味佳肴及伴手礼外 现场还有抽奖活动 最大金额是20万台币 吴宗宪不失综艺天王之风 全城都在主导婚礼 女儿和女婿更像是配角 大家看在宪哥的面子上 给的礼金相当丰厚 大部分在1万到10万台币之间 最大的红包是12万台币 粗略估计光分子钱 应该有600万台币 大约人民币137吧 而且吴宗宪不愧是搞笑担当 竟然在现场安排了点超机 不过 女儿出嫁这么重要的日子 线嫂张薇薇 却没有陪着吴宗宪一起露面 在媒体的镜头里 张薇薇不见身影 未在台上发声 1月30日 参与婚宴的艺人公开一张场内照片 罕见曝光张薇薇的近况 只见线嫂身穿礼服 身材匀颤一脸望肤像 风韵游存 吴宗宪一生风流 老了却谈起对妻子的愧疚 而我们在看张薇薇 她是一个失败的女性吗 不 我认为她不是 她是一个卑微的妻子 但她也是一位负责的母亲 她很好 她用一手烂牌打赢了整个拍面 谁笑到最后 谁就是赢家 但是这一路上的心酸压力嘲讽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张薇薇生命的希望 估计早已不是吴宗宪了吧 当吴宗宪的一次又一次的绯闻 让张薇薇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最后只为了孩子们活着 但这样的人生 却是她自己的选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